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们带你来掌握气象局的预测 警报记者会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 为我们说明的是谢佩云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远归台风在今天下半天的影响 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北部东半部地区 风雨都还会逐渐的增强 由于适逢收假日 也提醒交通往返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 我们先从动态图上 看一下台风的现况 目前下午2点远归台风的位置 在台湾的东南方 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 预计未来持续朝西移动 会通过巴士海峡的南侧 因此气象局目前也持续针对 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 除了这些警戒区之外 其实全台湾的各沿海 风浪都是明显偏强的 我们从图上可以来看 由于这个台风 它的整个环流是比较宽广 所以外围的风力明显偏大 因此虽然它的中心离台湾有点远 但是台湾地区都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而有强劲的风力 在这张图上是500公尺以下的乡镇 目前为止的观测风力图 橘色是9级以上 红色是10级以上 而桃红色是12级以上 我们观测到今天下午2点最大的阵风 已经出现在蓝宇有达到16级 而云林以北的沿海 还有东半部沿海 以及恒川半岛跟各个离岛 也都已经出现了9到12级的强阵风 我们要提醒各沿海活动的朋友 风力明显的偏强 加上海上的浪也是相当的大的 如果非必要的话 请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而预计这个风力在今天下半天 到明天清晨 台风更接近这段时间 也还会再持续的增强 而同时我们也来看 在天气的部分 今天东半部跟西半部的天气 差异相当的大 主要是因为目前台风 在我们的东南方 整个外围环流吹的是 比较偏东北到偏东风 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 宜花地区跟北台东 都已经有显著的降雨出现 我们统计今天凌晨0点 累积到下午2点的雨量 最大值目前出现在宜兰县的山区 有达到299毫米 而另外在台中跟宜兰交界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有达到274.5毫米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虽然北部东半部下雨 下得非常的明显 但是在西半部地区 比较没有什么雨量出现 这是因为整个台风的东风 过山之后沉降的影响 西半部地区不只降雨不明显 反而还有高温出现 根据我们今天下午中午的观测 在云林嘉义以及彰化地区 受到沉降的影响出现高温 中午前后最高温都有来到35度以上 所以在东西部 天气差异是相当的大的 不过现在随着整个台风接近 在西半部的朋友应该也可以感受到 整个台风的一些云层 也慢慢覆盖到了西半部地区 接下来云量会越来越多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出现 我们从电量降雨预测上来看到 在今天下午的雨量预测 主要降雨的区域跟上午相当的类似 在北部宜花地区 还有北台东地区 仍然是主要容易下雨的区域 而到了晚上 随着台风的中心逐渐更接近台湾 以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台风中心会通过台湾的正南方 整个风向除了东北风之外 会逐渐转为偏东风 所以从图上可以看到 整个东半部 宜花东地区 包括到恒春半岛甚至部分的屏东地区 降雨都会越来越明显 而我们预估 在整个未来24小时的雨量预测 这是从今天下午2点 到明天下午2点的 24小时累积雨量 我们预测在花莲的山区 累积雨量可能来到400到600毫米 而在宜兰台东的山区 以及北部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可能上看250到490毫米 也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 宜兰花莲地区 以及北部的山区 可能会出现大毫雨 甚至部分接近超大毫雨的累积降雨 我们要提醒大家 台风还在逐渐的接近中 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清晨 是它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 今天晚上到明天 容易有明显的累积降雨出现 由于目前是适逢廉价的收假日 也要提醒在东半部地区 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路况 在山区可能会开始有一些 摊坊或落石的状况出现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这节的台风说明 今天下午到明天是 远规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特别提醒了更多讯息 马上回来